今年偏好第二盒紅台康生 早期八點在菲律賓洞南風形成路 繼續向西北山來收聽檔 是不是親戚台灣要看十四盒 太平洋哥也減少醫藥紅台的動向 不過社長官員管理的影響 禮拜是開始各地的路上 今年偏好第二盒 還是夏天以來頭一個紅台 勤動紅台康生 會在八點在菲律賓洞南風形成 以時速20公里的速度繼續走向西北山 是不是在臨海台灣 關鍵在十四 第一拜三 在未來的這一兩天之後 太平洋高壓的強度也會稍微減弱一些 那我們到時候觀察它到李宋島之後 太平洋高壓攻退或減弱之後的 整個導引氣力的變化 目前康生紅台在台灣約有千幾公里 暫時不會運用台灣 嚴格拜起開始 紅台外衛環流接近 台灣南部海邊的水氣增加 各地會開始落後 天氣也會不穩定 14號之後呢 太平洋高壓強度稍微減緩一點 那減緩的話就代表南邊的 勢力的一些熱帶老洞的雲性 可能會靠近台灣的 像東南部啦 或者是南端的橫沉半島這一帶呢 可能先會有一些雲性 帶來一些局部性的短暫正義 去中共表示拜三以前台灣 又是這麼熱個溫的天氣向台 四百貨寒在三百部山區 也有十百部地區 拜託以後後大小的 來看紅台造型 和附近結合的系統的動態 記者中下報導 華航又突然出了回來去老郵 而且華航是一邊老郵 一邊從八里到八回來 回來台灣 餅店又載了十四的生客 又啟動了緊急 到生的準備 雖然華航共調絕對沒有安全的問題 不過麵航共已經很在調查 三年前華航這台 破營七三七八百的飛機 在琉球納巴基金燒到這樣 就是因為老郵縮起 2008年的11月 華航還有一台同期性的飛機 在巴黎島發生很便宜的事物 在老郵 所以也是不陷載十三的生客 一個小孩一路背回來台灣 那可能就到引擎裡面去了 因為那一個離引擎倒是蠻近的 因為這個 到引擎可以怎麼樣 你就看上次拉哈怎麼燒起來 就像這樣子 跟華航有落足 求我們技術跟國秀公開這個事件 他說那時候 加速的技術原本好像願意開空機 不會回來台灣修理 所以想到公司的壓力 不得以來載人 半路又起動緊急 投身的準備 要求生客要補免走 趕快的 不過華航方民 不表示絕對安全沒問題 不過那時候 加速的技術 事後也離開 華航空調跟這個事件 並沒有關係 樂主上方都說自己有利 不過 畢竟跟飛行的安全有關係 民航空已經蓋入調查 既然台北投行中學報的 另外 今天就在國民黨立委羅書磊 今天對投行基調中控室 一連串發釋 提出了檢舉 今天早起高通部處長 親自到立法院 早輝代表高通部長毛治國 向他來第一 並且要請他參加13號 高通部成立的基調 精緞修作會議 協助來改善投行基調的發釋 早起白費 高通部處長葉匡時出現 在立法院 這位投行基 林總統控室 無法的訪問 向國民黨立委羅書磊 來致贏 國民黨立委羅書磊 我那個代表我們部長 來致贏 就是說 規定這個 讓我們有一個改善的機會 謝謝謝謝 因為羅書磊最近一直在機控 投行基 定位中控室 臨酒 還有辦表是嫁的問題 並且是立委 跟高通部對立的協賓 外界接近高通部的聲音 也繼續出現 高通部正前有行力 一定有精斷修作 這一次竟然邀請羅書磊 來參加十三合 要吊開的會議 羅書磊不僅是鬆快答應 馬修也會很建議 他在喝酒 那個酒的來源從哪裡來 天天喝那個Joniwalk 酒從哪裡來 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現場 以他的薪水 他有辦法去買那個酒嗎 是 另外基定位中控室 也拍出兜兜性騷擾的案件 一況時也強調 對兜兜的藥部 也會專門來檢討 我們不去檢討 督兜兜為什麼性騷擾 上班喝酒 那個我們要 我們都要 對啊 那個都要檢討沒有錯 全面 我們是在全面改善 我覺得那這個時間 對基定這段 拍出來的 都到性騷擾暗驚 交通部的性騷擾 新索委員會 也在12號做出關機 對wide 我們可以看到 新的您的節目 出張 全面 都不 ay 我們 都可不